大家好 咱们新疆棉花事件之后 很多人报了一些料给我 说是昨天晚上是耐克 34万人预约一双耐克鞋 然后被秒光了 然后说让我谈 耐克在中国遭抵制 然后还这么火的 是不是打脸中国某些爱国义和团 其实我说这个恰恰是好事 其实我倒认为这是个好事 我跟他们其他人想法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好事 直播带货里边耐克阿迪 很多产品都是被下架 但是耐克的新鞋 乔丹艾尔系列 他新鞋里边 很多新鞋 有一款男鞋是1399定价 然后25号晚上18点开售 还一款女鞋是699 也是26号晚上20点到21点 开始抢购预定 瞬间就被抢光 有人说这个事怎么看 其实这个事我还认为是好事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这个鞋 你别管是怎么算 在哪卖 它还是算到中国的GDP里边 在中国消费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一直希望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义活团团员们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大师兄们 中国要做这种抵制 或者是这个抵制 这个外国品牌 不是说让你不买它 记住咱们要明白 不是让你不买的 而是要怎么办呢 就你以前该买的还买 但是你不要扩大 就是什么意思 中国这个市场的蛋糕 一直在做大 比如原来每个人只能分5块钱 对吧 耐克尔分5块 阿迪分5块 然后李宁分1块 对吧 中国政府做这个事 不是说让你把5块钱 从耐克手里抢回来 交给李宁 不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你继续消费 你该消费耐克 消费阿迪 该消费怎么消费 你理性消费就可以了 但你要明白一点什么 你不要在他身上再多花钱了 就是意思什么 你把你关注度 比如你以前耐克花5块钱 你现在可以什么 你在李宁身上再多花2块钱 对吧 就是这意思 明白吧 就是以前你不关注李宁 现在你爱国情操来了 你可以买几套李宁 对吧 就让李宁涨一涨 耐克也不是说让他少 让他多少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计划 中国这个计划成功以后 未来有可能是什么 就中国市场在做大 这个蛋糕最多 但是李宁和耐克 同样在中国市场做销售的话 有可能是什么 未来 未来耐克阿迪 有可能还是 未来10年以后 还是只是这个市场份额 还是5块钱 但是李宁 随着逐渐人口基数增加 人们对他好感度增加 越来越关注 有可能人家早就超了 有可能二三十 这么个数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政府要干的 换句话说 不是让你不买 也不是让你现在不买阿迪 也不是说现在不穿 你该怎么穿什么穿 你买了一会儿 没必要扔 没必要撕 没必要烧 你烧一件 表达一下愤怒就OK了 不是让你全部都扔了 当然你有经济实力 你可以全部扔了 再买换成李宁的 没问题 但是人家的意思是什么 是你 你耐克别想在我中国市场上 继续扩大你的份额了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所以耐克其实很恐惧在这 阿迪也是很恐惧 就是继续你卖 继续你得雇我的员工 给我中国解决 解决市场就业 包括消费问题 不是让你撤出 千万不要让耐克阿迪跑了 他们跑了 跑了可就是真不好打 他在中国市场上 好抓住他的辫子继续揍 所以中国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他什么呢 让他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恶心的 或者说限制他的范围 就是让他的销售额不要增加 还是一个范围 你即使增加也是一两点这么增加 但是主要目的还是要抬高中国品牌 换句话说要把中国品牌借这个机会 要打出去 是这个战略的意义 所以很多人给我留言说 打脸义和团 其实没打脸 你没明白中国人意图 咱们从来不是说是要烧光谁杀光谁 包括当年义和团干的事 也是因为啥 也是有清政府挑拨 包括很多这些无知人的挑拨 咱们中国人现在都是很进步的 都很讲科学的 咱们明白 阿迪耐克 现在你每年挣1000亿 OK啊 但是你只 我只要中国 中国咱们老百姓只要保证什么 你只要每年还是挣1000亿就可以了 不要让他们比如明年再挣个2000亿 这么大幅度增加 咱们就胜利了 这就是胜利了 然后呢 李宁明年突然间挣2000亿 那咱们就大受大获全胜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让你今年就是让阿迪一分钱不挣 也不可能 这个也不现实 也不科学 所以咱们要抵制 要从科学角度抵制 所以应该你们能传一传我的视频 跟所有大师兄聊一聊 没必要什么 没必要是烧他的 砸他的 扔他的 没必要 你就什么 减少你的购买量 比如你原来一年买两三双鞋 买两三件衣服 三四件衣服 十多件衣服 你今年就买一套一番事了 然后呢 把剩下的购买的计划 交给李宁 耐克 不 李宁 安泰 等等 国产品牌 那OK了 你 这就是爱国了 没有必要说是一件阿迪也不穿 一件耐克也不穿 我觉得那就没必要了 也不科学 咱们21世纪 咱们已经进入21了 咱们不能像 有些北美那帮傻逼 跟我留言那帮傻逼 说要砸光烧光 抢光 我觉得那个不至于 咱们现在都很理智 咱们怎么对抗这些外国品牌呢 就是让他接着在这半死不活活着 这个是最恶心的 所以听我的大师兄告诉你 不是不穿耐克阿迪 而是什么 你减少对阿迪耐克的购买量就可以 不是不穿 减少购买量 而是把你的订单多交给国产品牌就可以了 让他继续这么半死不活的吊着 是最好的对付他的方法